那一年相遇里 人生有了你 冬静如昔 飘彈看着情谊 相知相惜 不论你在哪里 人生里有了意义 因为有你 本人天地 还有FB剪的超马佳连 还有在座的超马佳连 大家晚安 我是剪缀 那我是因为一本疗一千亿 那是潘永宁主持人平东的美女 引领我进来 那每个人进来都有一个原因 我的原因是因为女儿18年的放听放响 找遍了医生求神问谷 也花了很多钱都没办法解决 可是我就是参加了老师的两篇讲座 就是我们6月7号还有8号还有6月20号 老师的讲座 而改变了我女儿的放听幻想 那现在就是稳定当中越来越好 那在这一年多当中 老师所有的课程还有精英课程 在超马里边他改变了我们的逻辑观 改变了我们的能量场 那只要你赵老师的方法实修实验 赵老师教导的方法 努力的去做心得 老师心得就是在信念我们的逻辑观 我们的写作能力都可以进展的 我也是因为这样而让我成长很多 然后老师每个歌创作歌曲自自聚距 都在提醒我们世上所接触到的很多事情 你遇到困难 瞬境逆境的时候 你唱着老师的歌 他就会让你感受到产生智慧 而解决了那个逆境的事情 所以在操碼裡面讓我們學習到很多很多 這是我一路走的 然後上老師的課程 尤其身心靈那個兩天講做音樂饗宴 還有實修室做課程 還有身心靈課程 老師實際上講年紀大的人 像你們年紀大了 年紀大的人都有一些就是長臉的毛病啊 可是因為透過老師的實修實課 練習還有身心靈的洗滴 會讓你的毛病真的好了 因為我今年在12月21號 22號 這兩天課程當中 透過老師的上課之後 回來我最大的困擾就是我的腳關節 我本來走 每止步都不能走 就要休息一下 再能夠往前走 可是因為上了老師的講做 還有身心靈性之後 欸很奇怪喔 我這次回來我的腳完全都好了 我還能夠 我現在還能夠一口氣從我家走到文化中心 馬上又走回去 以前都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說在抄馬裡面 他講的都是我們紅層 雖然說淺顯地等 可是就是我們很難做到的事情 我們也往往在世間上 習慣上就習性上 都會說這麼簡單 我們就忽略掉了 就像我們跟父母之間的那一種 要說吃那一句 爸爸我愛你 媽媽我愛你 我們都是很難的 可是進了抄馬之後 自然而然 老師一直提醒我們 秒秒要感恩 秒秒要環球自己 真的這都是真言 因為我在這一年八個月當中 我深深的感受到老師的恩責 真的你若是好好的聽 把老師的話肯住心靈 你好好的去體驗去求證 都會讓你得到很滿意的答案 這是我們在抄馬的興盛 然後就是 而且當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老師就說叫我們要先環球自己 還有就要地坦式的去搜索 真的也是我最近體驗到的 因為當你遇到事情的時候 你無助的時候 你一定要好好 將老師手講的話 來環球自己來檢討自己 聽著老師的歌 因為老師的歌都是有能量的 然後會化解你很多事情 讓你能量低的時候 馬上調回來 真的不會像以前忍了 像真在刺一樣 可是老師供修課說 叫我們要學會 吞忍托龍蜜 所以說老師 每次的供修課程 我也必定要來參加 因為在老師的說不定 他在講的一句話 就在化解你的事情 就例如我你們的事情 老師就是在供修課講 說為您入侵 關在家裡太多臉了 雙臉沒有拉開 你不能馬上跟他拉開 你要跟他溝通之後才能拉開 我女兒就是因為我 用我先生來上老師的供修課 聽到這一點 可是因為父母親 有在修當中能量場轉換 我回去也沒有跟女兒講 可是自然而然他隔天早上 隔天早上就把槍眼拉開了 而且他身上的那個皮膚 也因為這樣而好了 你看都很聰明 所以說老師的課程 我們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好好的珍惜 在抄馬真的只要你心門打開 不就來 真的在很多抄馬家人 他們出來分享的 都是真心真意真諦 都是他們所經歷的 包括我自己本身在內 然後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今天就分享一次感恩 祝您一位超馬家人 全方位的富足幸福美好 掌握你